欢迎来到2023年世界羽球巡回赛中 今天呢我们呢要稍微来聊聊看小组赛 以及我们来聊聊看现在的状况吧 这一次呢 女子胆打的入围者有安行 陈宇飞 戴姿意 玛琳 韩月 东中 张贝文跟金佳恩 而赛一周前我发了一个证文 是小戴应该要分在安行这一组 还是陈宇飞这组 但好像比较想要看到 他跟陈宇飞组 但是安行的伤势其实还没有全部恢复 所以我认为跟安行来讲好像比较好一点 结果 戴京就跟安行东中跟金佳恩放在同组了 而且 令人意外的是第一天 我们就看出了 看出了金佳恩 竟然只落二赢安行 如果细看一下这个比数的话 你看看 安行一度有14比7的领先 却被金佳连拿了8分 最后21比18败下首局 而第二局安行就苦苦追赶了 20比13的局点 虽然连续化解六五个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在第六个让他拿下 21比18 两个21比18让金佳恩 击败安行 这个让第一天 安行是临胜一败 那 小戴当然就是直落后 击败东中 那最令人 第二天 令人有一点意外的 就是我们小戴 大家应该知道年终赛不只是一场比赛结果 甚至是一局比赛都有可能影响整个年终赛 你如果问哪一个是最佳典范 其实 A组就是 男单的A组呢 金庭前面两场都打三局才几万 奈良跟施宇琪 那这让他非常的受伤啊 因为呢 安赛龙都是两局 获胜 来获胜 所以他输了 真的是 他每个晋级真的是很伤心啊 回来 小戴跟金佳恩的第二局 比较让我注目 而第二局呢 小戴呢原本有20比17的三个局点 却被连拿分数 四个局点小戴没有化解 呃 在第二场比赛赛后 安行赢东中之后呢 各大网络媒体的YouTuber 都发文表示 接下来的晋级状况 呃 我们现在还原一下 如果是男单A组的话 女单A组的话 小戴如果第三天赢安行的话 他就是小组第一 但是输安行 金佳又赢东中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小戴就淘汰 所以基本上来讲 第二天的比赛之前 之前的话呢 小戴只要拿一局就确定晋级 但是真的有点难打的安行 赛前又是二胜九败 对赛安小戴 这一次没有问题 直接执落二 而且赛后还有被发生 年终赛贴地板的问题 这个就引发我们 网友们关注啊 这个年终赛竟然发生这种问题 这真的是不不应该 而且你看看这个细分图 小戴不是没有领先哦 8比6的时候领先 而且还追到17比18 只可惜后面的就比较可惜 而第二局来讲的话 虽然都没有什么领先 但是小戴其实前半段 都有呢 咬住比数13比12 15比14 小戴都能咬紧比数 但是就是打不赢安行 目前对战已经成为二胜十败了 小戴 对我们来讲 小戴输就有面临到淘汰的危机 但是 我们的东中真的救了小戴一命啊 以21比14 20比22 21比17 击败了这个金家恩 当他看这个 当 看到这个比数的时候 我傻眼了 绿色是 东中 黄色是金家恩 你看看 这个东中 整场落后 20比19 一个局点 没能拿下 当下 我觉得第三局 金家恩要赢了 但 7比6的领先 还有10比8的领先 让我觉得 完了 呃 10比8之后 就被动 10比8之后 金家恩的分数被冻结 直接变成17比10 哇 最后再建挑战 那 东中 真的是旧的小戴一命 呃 看看B组 昨天好看的比赛 我们的 陈宇飞 哇 死命争扎 25比20在 24比22 击败了 陈宇飞 哇塞 看这个图 陈宇飞有 5个局点 诶 但是 全部被马林化解掉 第二局 有两个局点 也被化解掉 哇 最后这个 连续两局的 Deuce Jack 让马林跟陈宇飞的 交手记录呢 扳回了 4胜 5胜6败 只能说 这两位感觉都不想遇到 安喜盈 死命的打 结果 马林获胜了 在我们呢 看了这个春表之后呢 小戴不 不一定是对安喜盈 获胜马林 哪一个比较好呢 我认为 还是 我认为是马林的 小戴打安喜盈 二胜失败 但小戴打马林 是11胜11败 所以 我猜 这个应该很明显 我觉得我们 打马林的胜算 还是比较大 结果 哇 哇 哇 怎么又是打安喜呢 虽然有人说啦 马林这次的状况 真的很火烫 全部都是直落二货胜 但是 打安喜 昨天不是没有机会 就是在关键时刻 差了一点点 所以 小戴如果签调整号 说不定还是有机会 能击败 安喜进入到决赛的 无论如何 我们一定要来帮小戴加油 今天呢 预计三点 我们要在爱尔达 去三台出赛 哇 看完女单 我们来看别人好了 男单的部分呢 就像刚刚说的 签调真的差一点点的晋级 但是 他的分数 看一下 他输的每一局 输10 只拿10分 只拿11分 只拿71分 跟13分 这个都是种种 让他没有办法晋级年中赛的问题 耳耐梁钢 第一轮输签调 第二轮输 安赛了 最后输给了施雨琪 哇 耐梁钢真的是 太辛苦了 这一次头号种子耶 但是 竟然是小组垫底 安东森的部分呢 而B指的部分 安东森与小组第一 晋级 而在B指我们也看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实 李斯丰 李斯丰 差一点点 就是看他的得失分率 乔纳坦是一百一十五比一百零二 而李斯丰是一百一十五比一百一十一 就差那九分啊 李斯丰输的比输分别是18分 12分 以及 18分12分而已耶 而乔纳坦呢 乔纳坦呢 是输 是输 13分 跟18分 哇 感觉就差了一分啊 但是你别忘了 还有 还有他赢的分数 克里斯丰是18分 但是李斯丰是18分 跟20 达纳坦那一场 真的是飘的太多了 所以啊 南丹的部分 哎 安赛了 我要跟安东森一起搭卖内战 史与琪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 哇 所以 史与琪跟Christine 史与琪如果能 争一个决赛 然后在年中拿到一座冠军 不管前面他 今年他都没有拿到冠军 明年拿到冠军 今最后一天拿到冠军 一定是值得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南双 这一次南双 然后台湾选手没有晋级 刘雨晨两欧上议呢 是已经的上届冠军 挺进到的决赛 至于另外一组 只能说丹麦的 Astrap跟Rasmussen 非常的可惜 局数4比3 到底是哪里浪费了一局啊 只能说对湘敏和许真仔 打到三局 这真的是太伤了 所以如果说那场两局结束 那Astrap Rasmussen应该是晋级的一方 所以哇 两尾坑往场 要先跟 阿扁跟阿迪安臭打 而刘雨晨 欧三去跟 市警察金牌得主 江敏赫 跟许晨仔 女生的部分呢 因为松本马友 永远和可纳呢 退赛的关系 所以让曾经的贾雨凡 刘雨晨 刘雨晨 谭宁 率先晋级 Rahayu Ramadenti 即使在第二场比赛 在击败松本马友 跟永远和可纳 但是因为呢 他们第二场比赛 退出 让这个结果呢 不算 最后又输给了 刘顺初跟谭宁 五元晋级 呃B组 我觉得完全符合我的预料 白河纳李孝希 跟松山奈卫 志田千阳一起晋级 只不过 有一个比较可惜的 就是 我们的 志田跟松山奈卫呢 他们呢 他们呢 真的是比较可惜 大战三局 不敌白河纳 跟李孝希 其实可惜 就是来讲的话 就是他们是 从头落后到尾 第二局也应该是 用了他们的 场地优势才获胜的 第一局是最可惜的地方 原本有 12比6的领先 却被变成了21比18 松山奈卫 志田千阳 你们等一下 哇 又是一个内战啊 A组要先打内战 B组再一起打 哇 中国包办一起决赛啊 混战的部分呢 杜边混战都也有杀即使 只拿下一胜 仍然足以够晋级 冯月子黄东平三胜 三场全胜 让他们呢 直接拿到小组第一 而B组的话 看这个签表 正思维 黄亚雄 只是一局 而那一场 还是非常关键的比赛 就是 金元浩 正那英 对决正思维 跟黄亚雄 哇 看完 看第二局 这真的是 第二局呢 今天的 27比25 真的是让各位 下了一个冷汗啊 不过幸好的是 雅思最后还是顶住压力 获胜 但是 今天又是AB组各自内战了 冯彦哲 黄东平 要对象杜边龙大都也有杀 许真才才 要对象正思维 跟黄亚雄 哇 最后 是个内战 我们呢 今天的分析 就先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 到底 谁 会成为冠军 拿到 拿到BWF 一万两千分的积分 跟 二十万美金的 这个奖金呢 今天呢 的整体来讲呢 是 我们三点 会进行的是 小代对决安行 大家 一定要为他们加油 对不起 两点 要对象的是 安喜盈 要帮他们加油 另外一场女单 吹飞对马琳呢 是在五点 我们呢 也可以来看看 这一场 到底我们的小代 如果晋级的话 对手 会是谁呢 那 谢谢大家 今天的收看 结束之前 我们邀请各位按赞 再往下 订阅按赞 开启小银铛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